大家好,我找了兩隻櫻辣的 特別一點色面的 一隻就是灰色 一隻高級灰色 另外一隻女裝就是藍色 但女裝也很特別的 先說說這隻男裝 你看到這個鶴形我也很喜歡 因為很和諧的 整種感覺是一個水泡型的鶴鶴 如果你在旁邊看,你會看到有點兜兜 我記得AP Julie Audoma 系列愛比錶 又是這樣的設計 又是一種兜兜的,很棒的感覺 Date Day設計 線形位置12點 然後6點 有一個小的day of the month 即是多少號 紅色的指是automatic 然後是有夜光的 是一個很收場很尖的一個針 後面見到我的機心 這隻是Salita Day Day版 做了一個紅色 我經常叫做Black Label 或者叫做Red Label 都是$5000多 定價來計 指針和指釘 可以欣賞一下 都是走一種很尖 很收場 刺針式很銳色的路線 背面 後面有一個螢光 夜光的波點 看到一種很特別的做法 這隻皮帶 高級灰面 看看這隻 鋁裝的 尺寸大概是30 附近 三十三十一度 它特別的地方就是 現在的鋁裝不錯 我覺得是有點去到最盡 你猜不到 它的機心是男裝浴 也是Salita的一個 二零零 單D 鋁裝 免得做雙日曆 但你看到整個底蓋 玻璃的比例 是否拿到最盡 基本上是去到最盡 看到整個鋁 紅Label Red Label 是一隻 男裝浴 但是 是一個 女裝版本 很棒 整個感覺 還有 最重要是這隻 這麼有金屬 這麼漂亮的 一種藍色面 有少少紅字的點綴 其餘的東西 因為是同一個 小型的 所以也是 一種水泡型 性格 這樣的字釘 如何一種很鎮 很刺針式的 一種 時錶的黑度 亦都是 差不多 跟男裝的皮帶管 都是5000 兆點 工價